今天的壓軸好戲 我們要來聽一聽 歐洲最近因為能源荒 再加上即將慢慢的步入 秋天跟冬天了 所以大家都在搶一些保暖神器 在今天傳出最新消息 不是說最近北溪一號 北溪二號有一些天然氣體外泄 到底真的是意外還是人為的呢 今天傳出最新消息是 北溪二號又發現第四處 有泄氣的地方了 好 現在拉警報的是丹麥 丹麥現在警告說 館內的氣體恐怕周末就會耗盡了 珍威 我們要請您上台來 如果現在不管是人為還是意外 能源這麼的缺 又即將進入冬天了 珍威 聽說最近好多歐洲人 都在搶購便宜又功耗率 比較低的一些保暖神器 怎麼一回事 對 而且對中國 等於大發力士 近期說實在 很多人講說英國成功脫歐 對不對 但是現在歐盟自己非常希望能夠成功脫 俄羅斯的惡 因為近期他被俄羅斯幾乎是掐著脖子 你知道多嚴重嗎 為什麼會跟中國大量的去採購 包括像是電毯電暖器 反正任何跟冬天保暖有關 現在據說中國的義烏全部搜購觀光 特別是電毯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他們希望能夠脫俄 因為俄國怎麼掐他的脖子 第一件事情光是剛剛提到 那是北溪二號 但是你知道其實真正現在在 主要能夠主流的就是 這個俄國通往歐洲 最主要是北溪一號 他是幾個月 大概是七月左右就給他斷氣了 沒有來就是在威脅他 那第二件事情他還禁運歐洲煤 他把他自己本身能夠運到 歐洲取暖的那些煤給他斷掉 據說這是最新 可能到了十二月份 他還打算斷他的油 所以歐洲實在是氣壞了 他目前為止能夠做的事情 因為他們發現他們自己統計 直到目前歐洲 他們自己本身為了冬天 馬上要取暖 他還需要洗熱水澡各方面 據說他在能源的成本 整個歐盟已經比過去的五年 成本增加十倍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該怎麼辦 那所以這就是為什麼這一波段 帶動了最近近期 中國有很多的廠商 哇熱呼呼 聽說最近歐盟要祭出一個 五千六百多億的能源計劃 計劃的內容是什麼 主要這個計劃內容 除了就是說他也不要完全的 依靠俄國 也不會完全只是依靠 中國的這些熱電台 所以他有一個方式 他會祭出五千六百五十億歐元 這個價值相當於台幣 大約17點多兆 很高很高 金額非常大 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他要幹嘛 他要打造所謂的能源系統 數位計劃講穿了 他其實就是希望 他的能源系統的供應 未來不是只有 完全單一靠俄國 那他要做很多的基礎建設 那有一樣東西 我相信很多的投資人 我們的觀眾很多人會知道 其實歐洲 他們其實是非常成熟的一個 這個已開發國家 所以他們以前 就已經有Repower EU 這樣的計劃 這是什麼意思 他本來就有的 但是這一次的五千六百五十億 其實是在這個原先的三千億 再增加 那他以前就已經開始在做哪些東西 都是recycle的 他們完全通通都要有可再生能源 所以你看 舉凡你到了歐洲很多地方 他都有太陽能板 最主要是屋頂的太陽能板 還有他的這個熱水器 其實都是透過太陽能板來做的 那在這裡面 他本他在這裡面 他以前本來就有什麼呢 再生能源的計劃 本來就有 還有他們喜歡用氫氣 這個是一個所謂的綠能 零排碳這方面的 那當然還有很重要的 除了氫氣之外 他們最重要是 整個過程當中的基礎建設 蠻重要 家家戶戶 你看這次他們都要靠 北溪一號 北溪二號 所以他們這一個波段 打算要從哪裡 據說會從挪威 挪威有一部分 其實來自於美國的天然氣 一化天然氣 但是對來講 對他們來講 歐洲你光靠這個 那個要靠美國這樣運 那個一化天然氣 也覺得太慢 所以他們現在在找挪威 挪威有一部分有 可是現在如果要做基礎建設 他們會增加哪一些 這個我們可以看清楚 商機在這個地方 目前為止他們最新的增加到 以前是3000億 但現在在加碼 因為現在你如果金額 已經有的人算過 他整個歐盟這個波段 就可能要增加能源的成本 要達到5000億歐元 那我幹嘛不多花個 565億 650億來增加新的基礎建設 那他的一個基礎建設 會放在哪裡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是一個新的商機 這都是預定計畫是怎樣 在2027年之前 他們希望到時候都是公用而已 商業跟公共的 比如說你的商業大樓 他上面全部通通都要安裝太陽能板 跟相關的太陽模組 那第二件事情 你知道在2029年之前 這個是新的 所有你只要是新蓋 新加蓋的任何的大樓 你這上面你的新蓋的這個住戶 你必須要都要加裝太陽能模組板 所以這等於2030年之前 都要達成 所有不管商業 不管是公共建築 不管是自己的私家住宅 只要是新的房子 全部都要加太陽能電池板 對 這樣有些時候 他有機會去降低 你到時候俄國 他給你斷氣斷煤 你基本拿他沒轍 所以這個部分 他就是希望要做 那麼在這裡面 其實很重要 他們其實本來就recycle 我就要強調 他們以前就希望 能夠做零排碳 現在他執行的更徹底 那這個部分 更是一個大的計畫 2030年 2030年起 他們最主要 其實講穿的就是電動車 他們希望到時候 能夠進行零排碳的計畫 其實這個部分 我如果沒有記錯 這幾天我們看到一檔 叫做建基 待會兒我們留意到 建基就是因為 收到荷蘭的大單 荷蘭也一樣 他們其實完全一樣 在2030年起 年底之前 他們全部都把燃油車 全部槓掉 他必須要用電動車 所以在這裡面 你就知道說 在境界 當然他還所謂 加裝太陽能的熱水器 那這些部分 全都是重要商機 可是最後我們也會想說 哇太陽能商機 我們自己本身 我們的這個太陽能的模組 的企業 我們有上中下的都有 我們有沒有機會吃到商機 很不好意思 這個部分 其實你知道很諷刺 其實大量的部分 他們全部都被中國的陸廠給吃掉 進行包括像是什麼 日出東方等等 我們以前就吃過他的虧 那如何在我們自己本身 我們比如說 我們有這個外貿協會等等 如何也跟著我們的這個 太陽能模組版的這些 上中下的業者 有機會去爭取到 剛才我們提過17兆 這樣的一個大餅 有沒有機會可以爭取到 那你知道為什麼 我們以前台廠被陸廠吃的絲絲的 裡面有幾個重要的美高 第一件事情 這是以前發生過的事情 我們當年我們一定還有印象 茂迪 還有幾家像義通 很多人甚至像茂迪 還曾經一度 他的股價來到了985吧 我記得 大反正就是將近上千塊 可是為什麼後來幾乎是頭頭頭 而且其實台積電 本來曾經有要加持 要去做太陽能這方面 為什麼失敗 其實中國 他就是在大量的量產的過程當中 而且是一夕鋪大量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部分 跟你簽長期合約 就是一方面 讓你 你知道當時入場多誇張 他在四年之內 暴增了這個相關太陽能的產能 你看這是全球 這是全球 這是中國 他在短短的 你看2008到2011年 四年之間 他突然從原先很少 一下子暴增到增加7.3倍 把全世界的超過6成的產能 都被中國拿走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到後來最讓我們台場非常的 為什麼那個這個茂迪跟這個意通 他們後來都掛點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因為他搞到後來全球功過於求 不是只有全部被你排擠被你拿走 他是到了後來全世界都功過於求 那情況怎樣 報價整體的下跌造成我們的太陽能場 在這方面一直經營都蠻辛苦 即便到現在我們聽到常提到 援金 安吉 這些廠 你去發現他過去 其實他們的營收獲利表現 要能夠成為正的都不那麼容易 這關鍵點在這裡 我是覺得非常的可惜 現在如果歐洲 歐盟他有全新的一個計劃 那我覺得台灣算是比較偏向 美國的這一方的 那有沒有可能 在美洲貿易大戰的過程當中 誰在幫忙俄羅斯 大家都可以感覺到 誰是他的同盟 就是中國 所以有沒有可能 歐洲的這塊大餅非常重要 而且現在馬上要入東了 這塊大餅相關的太陽能模組 從上面的多系晶圓 到中游的 比如說像是太陽能模組 電廠以及下游 包括除電除能的系統 都有可能讓我們的廠商 比如台達電等等 都有機會吃到訂單 我倒覺得是我們投資觀眾 以及我覺得我們國內的廠商 其實可以多多留意的 當然這一次的歧視 跟上一次不一樣 上一次是因為中國 到目前為止 當然還是難過了 非常大的一個市場 再猶豫 這一次如果變成歐洲有難了 那台灣在這一次 你覺得可以吃到多好的餅 我覺得這個部分 真的還是滿有需要轉單效應 最好我講的難聽一點 通常如果你中國的廠商 真的在某些情況之下 被美國給限制住的時候 通常他的轉單效應 就有機會轉到台場 所以我們不是說這個 要去鼓動些什麼 也不是這個意思 但我覺得 美中貿易大戰過程當中 你不是很對於這個中國 這一段時間一直不在 不斷的在幫助俄國 你對於這件事情很有意見嗎 你限制了一大堆晶片 其實太陽能板 也許也是一個思考模式 好轉單效應 有可能吃到 如果真的有轉單效應 我們首當其會的 可能有哪一些 好那在這裡面 我相信國內的 包括這個元晶安吉 他們畢竟是太陽能模組 跟電池的大廠 那麼另外一個上游的 還有這個做多晶系的 像中美晶 那還有像是台達電 台達電最主要是儲能 各方面的那個系統 結能系統 其實應該說上中下游 我相信台達電 本身通通你應有盡有 那台達電近幾股價表現 在大盤下殺的過程當中 他也是國安基金 非常關注的一檔 所以我覺得 其實到時候受惠的台達電 絕對沒有問題 那像是聯合再生貿敵 那我們剛剛還舉了例子 如果假設我們把這個 focus放在電動車 哇那不得了 你近期看到的 包括建基也好 或滑溪 我們剛剛提到的 或者是甚至包括 所有太能模組 包括像是電動車等等 那包括像是這個 同志核大 我相信對我們台股 這相關的場上 我覺得大有注意 好 謝謝陳薇 請先回座了 所以接下來 歐洲今年的冬天 會更冷 最主要 除了天氣的關係之外 來自於俄烏戰爭 對於天然氣 尤其今天傳出 這北溪二號 似乎又有第四處的泄氣了 所以接下來 會不會關係更緊張 但是真偽也提醒大家了 就算現在 歐盟祭出了 五千六百多億的 這個能源計畫 但是最主要 讓現在的電動能源的 這個能源板 能夠大幅的增加 最主要這個計畫當中 能夠受惠的 恐怕只有中國大陸的 除非有一些轉單效應 轉單效應 臺灣社會的廠商有哪一些呢 援金 安吉 中美金 台達電 聯合再生 茂迪跟碩盒 天空給您做參考了 在今天最後 明者我們要請您上台來了 哎呀 今天的盤中 我們錄影的同一時間 歐洲股市 大國股市 德國股市 盤中跌幅都擴大了 還有美國的期貨盤 盤中跌幅也擴大了 結果怎麼樣 不知道睡起來才知道 明天有哪些關盤重點 明天其實我覺得幾個重點 當然第一個就是 臺幣能不能夠指貶回升 這個是有利於外資的賣壓 能不能夠出現減緩 那第二個就是指數的低點 13462 這個點能不能夠持續做防守 那這個是牽動到KD指標 是不是能夠出現 低檔翻揚的走勢 那第三個當然就是 解鈴 環需 細鈴人 然後除了今天晚上 美國股市的這個走勢之外 那另外在明天盤中 因為現階段 其實電子盤的波動幅度 都非常大 如果說盤中 能夠擴大漲幅的話 當然對於台股要止跌反彈 我覺得就會有實質的幫助 還有萬事俱備指欠東風 就是明天金管會的古騎士會議 能不能釋出利多 請您持續鎖定 明天一整天的非凡新聞 感謝您今天收看囉 前線百分百 明天同一時間 再跟您見面